中国国民党要缴 2020党内初选参选人对两岸论述各有观点 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 台陆军退役上将王文谢接受中平社访问时表示 九二共识是双方的协议 经过很长的时间 没必要另提新论述 两岸都是中国人 迟早会统一 所以大陆不必急 曾任职于台湾防务机构的王文谢表示 九二共识是当年两岸之间的协议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 大陆与台湾都是中国 而且美国人也承认 认为两岸是一个中国 他指出 美国人不希望改变两岸和平现状 但两岸中国人希望统一 如果两岸打起仗来 美国人也没说要干涉 所以两岸之间的问题 诚如大陆一再强调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 只要有了九二共识 两岸就不会打仗 担任台湾山东同乡会长的王文谢表示 退休后常赴大陆访问 每次都会对大陆的朋友强调 两岸都是中国人 两岸迟早会统一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根本不必急 双方也不必开战 毕竟两岸都承认是一个中国 至于两岸要如何谈统一 他的了解是 大陆方面保持开放的态度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至于是否有人会不满国民党现行提名特别办法 导致日后分裂 王文谢指出 国民党过去会失败都是不团结 而非民进党厉害 黄复兴党部所属退伍军人党员比较团结 所以不是问题 而且国民党2016年大选吃过亏 相信这次不会重蹈覆辙 况且这次参选人没有互相攻击 党内提名特别办法采全民调 只办证件会而非辩论会 也可以减少内斗机会 所以相信将来不管谁出来 应该都会团结一致追求胜选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